拿出手机放音乐沉浸在美妙旋律当中 这是很多人生活的抒压方式 但日前却有一名国外的科技爱好者透露 入手iPhone 15 Pro Max音量调高到80%播放 扬声器就会出现微弱刺耳的金属嘎嘎声 民众形容就像是机子进水时发出的声响 甚至因此已经换到了第三支新机 台湾目前尚未有类似情况传出 它的软体可以释放出比较大的功率 但是它的喇叭受不了 建议说可能就是换别的版本的软体试试看 因为它可能破音了 对此我们实际询问苹果在截稿前尚未做出回应 不仅如此iPhone 15全系列热卖当中 但却频传在一起 在外手机没电了赶快拿出行动电源来救急 但现在有不少的果粉反应 充了电之后手机电量不增反减 仔细看才发现原来是手机 反过来替行充充充电 网络上有专家认为 这个问题可能跟iPhone 15系列的新功能 反向充电有关 实际询问专家也分析 有可能原因就出在新型的充电线 也因此专家建议想解决问题可以更换型充 或是换成USB对Type-C的充电线 虽然速度比较慢 但可以避免反向充电情况 而对此苹果一样在截稿前尚未做出回应 特别新闻树桑云捷台北传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